EW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ing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Zoom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3日星期一 农历5月16 我是小元 我是佳慧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明天是美国独立日 西雅图中文电台 恭祝各位听众朋友独立日快乐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 人在旅途 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十四三人坛 网视如风 情感夜线 金金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这里是江苏 西雅图少年说 台长信箱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 西雅图爱情故事 房地产频道 爱情麻辣烫 以及乐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网络频道是AM1150 或者HDFM98.9 千万数率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m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 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 国际新闻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星期一 在每晚视频讲话中 称赞乌克兰 是北约的重大资产 他宣称 乌克兰是欧洲 抵抗俄罗斯侵略的 一个重要安全保障 他说 显然欧洲 只有与乌克兰在一起 而且在北约中 与乌克兰在一起 才能受到保护 不受任何侵略 正因为如此 我们必须在北约联盟中 实现我们未来 安全的确定性 泽连斯基发表这番话之际 北约领导人 正在为7月11日和12日 在立陶宛召开的 两天峰会做准备 北约峰会的召开 正逢北约与欧洲安全的 关键时刻 目前 基辅方面正在进行反攻 而莫斯科出现了政治动荡 周一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罗布鲍尔海军上将 周一在布鲁塞尔的一次 记者会上承认 乌克兰的胜利之路 将是艰难而漫长的 反攻是困难的 他说 并补充说 乌克兰军队谨慎行事 是正确的 人们永远不应该认为 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永远不容易 他说 他还指出 俄罗斯的防线有时长达30公里纵深 乌军还面临地雷和其他障碍 鲍尔将突破这些障碍 与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战进行了比较 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看到 盟军花了7、8、9周的时间 才真正突破了德国的防线 因此 进展不快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补充 路透社4月份查看的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修建了广泛的防御攻势 战壕 板车辆屏障和其他屏障 以减缓乌军的任何推进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哲一表示 欧盟必须尽快解决扩增问题 将乌克兰和摩奥多瓦等国纳入其中 以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影响 冯德莱恩在马德里发表讲话时表示 欧盟必须展望未来四年并想象欧盟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他说我们能够想象欧盟会没有乌克兰 没有摩奥多瓦 没有西巴尔干吗 让欧洲的那些地区受到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影响 绝不可能 他说所以前进的方向很明确 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开始思考如何确保欧洲的完整性 确保这些国家成为欧盟的一部分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兵电停息后 本周将通过视频首次出席一场国际峰会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 纳伦·德拉·莫迪等举行会晤 上海合作组织将于周二举行成员国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视频会议 而克里姆林宫周一发布消息称 普京将出席这一会议 这也是世界上为数极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拒绝谴责莫斯科或参与对莫斯科实施制裁的国际组织 上海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至今仍然把俄罗斯作为自己的盟友或伙伴 上海组织由中俄两国发起成立 其目的是为了抵御美国和西方在东亚、中亚、印度洋等地的影响力 目前拥有9个包括中俄印在内的正式成员国 另有3个观察员国和13个对话伙伴 印度则是上海组织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是60度、色是16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是85度、色是29度 最低气温华是61度、色是1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的雄安新区是2015年以来第二个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家级新区 将比巴黎大20倍 从1992年10月起 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落户浦东之后 25年来 中国已经成立了19个国家级新区 中国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2017年4月1日 河北雄安新区震撼登场 将分三个阶段建成2000平方公里的规划目标 法国媒体报道称 雄安火车站将有效舒缓拥有2000万人和北京拥堵的交通 雄安站是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是雄安新区的交汇车站 现在每天开行金雄成绩力车17队 从北京到雄安最快只要50分钟 除了高铁 还有金港澳高速 金雄高速 大广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连接北京和雄安 他们让千年古城和未来之城牵手 高空俯瞰 雄安站站房整体造型犹如荷叶上低路的露珠 寓意侵权源头 风吹连依 雄安站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 总共设13台 23线 总建筑高度是47.5米 轴机雄安站生产指挥中心 一面长9.6米 宽2.5米的LED显示屏 展现在眼前 客运数据 作业实时状态 设备管控等数据一目了然 展示在这个管控平台上 生产指挥中心管理着 在内1000多部空调 上万盏照明灯的开关 可调取全站1000余部监控以及水电表的实时数据 据法国《回声报》报导说 2017年2月 习近平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进行实地考察 他表示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的工程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香港警方发出通缉令 并悬赏每人100万港元 表示将尽可能冻结被告的资产 并警告公众 不要在经济上支持他们 否则将面临违法风险 被通缉的这些活动人士 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地方 香港去年因旷日持久的反华抗议活动而震动后 北京于2020年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实施了一项国家安全法 香港当局依照此法对上述活动人士进行通缉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 澳大利亚政府对香港当局 对包括澳大利亚民主人士发出逮捕令的消息深感失望 并称澳大利亚一直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广泛适用 表示担忧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表示 该法律被用来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并破坏了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统治时同意的 一国两种制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和香港当局表示 该法律恢复了维护香港经济成功所需的稳定 目前在澳大利亚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任嘉伦说 我的职责是继续大声疾呼 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镇压 反对现在统治香港这座曾经是亚洲最自由的城市的暴政 任嘉伦在该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通过电话告诉路特社 我想念香港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回去 任警察说 他被指控会见外国官员 煽动对香港官员 法官和检察官实施制裁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 董事郭安娜在华盛顿对路特社表示 他不会让步 郭安娜说 我敦促拜登总统立即做的一件关键事情是 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可能进入美国 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金额组织会议表示强烈和坚决的拒绝 关纳指责称 他是那个悬赏100万港元抓我人头的人 他是那个策划了影响深远的跨国镇压的人 据罗冠聪在推特上表示 他还因其他案件受到通缉 他在两年前在英国获得了难民身份 罗冠聪写道 我要求香港人不要配合任何相关的逮捕或赏金行动 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 自我审查 被恐吓或生活在恐惧之中 其他五人没有立即向路透社发表评论 香港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已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了260人 其中79人被判犯有颠覆和恐怖主义等罪行 根据中国财新网和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 曾经担任中共高层职务 并因1989年六四事件而被降职的延明富 经期一7月3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92岁 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延明富的报告 延明富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最高官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众协副主席 在上世纪80年代末 曾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之一 他的高光时刻是在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 根据公开的报道和资料 1989年5月 在民主抗议风潮期间 中国部分新闻工作者递交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请愿书 时任中共统战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延明富曾经和记者进行对话 随后他还曾经与北京众都新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举行了座谈会 在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之后 延明富曾经约请在京的知识分子代表进行甘选 由延家琪、戴琴、刘晓波等人 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在得到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受益之后 延明富还曾经去天安门广场 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抗议 还表示愿意一起静坐和做他们的人质 但是他的劝说努力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也正是因为他在六四期间的表现 在六四镇压之后举行的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延明富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在这次会议上 赵紫阳被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其他所有党内职务 六四事件的第二年 也就是1990年 延明富又被免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六四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王丹 在推特上发推表达了对延明富逝世的哀悼 他说在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与他在统战部接触 已曾经陪同他到天安门广场向爵石同学讲话 扎克伯格在2021年底向Meta Platforms负责虚拟现实头戴式设备战略的相关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苹果公司可以在中国卖iPhone 特斯拉可以卖汽车 为什么Meta不能在那里卖我们的设备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这个在视频电话会议中提出的问题 促使Meta在Facebook被中国封禁十多年后 着手通过推动在中国销售其头戴式设备来重启在华业务 知情人士说 该公司与几家中国科技公司进行了讨论 并且与游戏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讨论取得了进展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一努力面临挑战 一定程度上因为中国的高管们担心扎克伯格被视为对中国不友好 近年来 这位Meta创始人指责中国窃取技术 并把矛头对准了短视频分享平台TikTok的中国所有者 字节跳动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这破坏了扎克伯格2016年在北京开展的魅力攻势 加剧了北京方面对这位企业家的负面看法 一些知情人士说 如果Meta及其合作伙伴在中国为其产品和服务寻求许可和批准 官员们对扎克伯格的看法可能会增加此举的不确定性 中国官员曾表示 Meta拒绝遵守北京方面的审查规定 导致其在2009年被封禁 当年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动荡后 Facebook和Twitter的服务都被切断了 官方媒体称社交媒体被用来煽动骚乱 此后 中国加强了对网上内容的管控 这些知情人士表示 与Meta谈判的潜在合作伙伴也在内部讨论了 关于Meta会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VR内容限制的担忧 中国政府计划对VR内容进行监管 Meta发言人不予置评 腾讯被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Meta与腾讯合作可能带来双赢 腾讯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发行商 Meta为开发元宇宙相关的头戴式设备 软件及应用方面 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计的资金 中国庞大消费市场获有助其收回投资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作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下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crsradioat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您的健康远超于您的医疗需求 所以您的健保计划当然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同时符合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资格 那么惠安娜计划可能每年给您1500美元 帮助支付必要费用 例如符合条件的食品杂货 租金和水电费 非处方药品或您的手机费 您没有花掉的钱可转入下个月使用 您全年都无需为承保的处方药品 支付费用 还可能享受免费的就诊交通服务 惠安娜计划 专为您的终身而设计 请拨打800-216-5813 恰询惠安娜持照保险经纪人 以了解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详情 惠安娜更人性化的医疗保险 惠安娜是Coordinate Care计划的一员 持有联邦医疗保险 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 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 需使续约情况而定 补贴金额 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 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佳慧 今天是2023年7月3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就在上星期 一个由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麦克鲁杰斯率领的 9名众议院军委会两党成员代表团 访问台湾之后 7月3日又有一个 6位美国众议院成员组成的代表团 抵达台湾访问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专家说 两党议员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越来越不考虑 对实现统一的非暴力选项 感到忧心 因此希望极有增加与台湾的接触 和提出立法 来敦促美国行政当局 实现对台湾的承诺 加强台湾阻吓中国侵犯的能力 代表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成员在该委员会主席凯文 赫恩众议院的率领之下 抵达台湾访问 预定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赫清德 以及外交部长吴扎谢等人会面 代表团共有六名众议员 除了代表俄克拉荷马州的主席赫恩之外 代表团还包括 内布拉斯加的迈克法拉德 佐治亚州的迈克克林斯 德州的赛斯塞尔夫和南卡州的 拉塞尔弗莱 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是来自 犹他州的福吉斯欧文斯 不过他将晚一天抵达台湾 白宫周日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一周后 启程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五天 三个国家的访问 关键与战事在立陶宛的 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 西方领导人计划在会上 讨论他们努力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的最新进展 白宫表示 拜登将于下周日在7月9日 至13日的访问中 首先前往伦敦 他计划在两天多的时间里 会见国王查尔斯和首相 里希·苏纳克 以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 密切关系 拜登总统随后前往立陶宛 参加为期两天的北约会议 由31个国家组成的西方军事联盟领导人 将在会上讨论乌克兰 收复俄罗斯 在16个月内占领的 该国东南部领土的反攻的状况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以向乌克兰运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但尽管基辅军队击落了数百枚来袭导弹 俄罗斯的空中轰炸仍继续造成数十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周一过准探视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埃文格斯科维奇 这是格斯科维奇今年3月被拘捕以来 美国大使第二次探视他 此前的几周 美国曾经多次要求与格斯科维奇见面 就在Lintracy探视格斯科维奇的一周之前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要求将格斯科维奇的审批 审批前拘留期延长到至少8月30日 方院支持了这一要求 格斯科维奇的律师对FSB的要求提出了上述 现年31岁的美国公民格斯科维奇 被俄罗斯外交部批准在该国从事记者工作 他今年3月29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进行采访工作期间被FSB的特工拘留 格斯科维奇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他本人、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政府 均坚决否认该指控 华尚顿方面表示 格斯科维奇不是间谍 也从未为政府工作过 星期日凌晨 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巴尔地摩的街区派队中 有30人遭到枪击 一名18岁的女子和一名20岁的男子死亡 其中28人有一些被送往医院 另一些人是走到附近医院的 大多数受伤者是青少年 三名伤者情况危急 代理警察局长林查德沃利说 至少有两人开枪 但警方不确定枪手是针对某些人 还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开枪 巴尔地摩太阳报报道说 这一事件可能是巴尔地摩历史上最大的枪击事件 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马里兰州已经受够了枪支暴力 继继续蹂我们的州和我们的国家 这些可怕的枪击事件继续发生是令人憎悟的 作为一个州 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所能 防止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今年的7月4日是从下午3点开始 在西雅图煤气场公园 您可以感受到节日般的气氛 有啤酒花园 家庭友好活动和现场音乐表演 包括海军西北乐队等 如果你饿了 食物的选择范围包括节日的经典 比如拉猪肉和烤玉米 还有龙虾玉米片 鱼肉玉米饼等 湖对面的联合湖公园 也将于下午3点开放 环境稍显悠闲 设有美食车酒吧和唱片骑士 烟花表演将在晚上10点20 在美国海军乐队成员 唱完国歌之后开始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7月4日 以及本周授余时间 华盛顿地区的气温将高于平均水平 虽然温暖和阳光在暑假周 通常是受欢迎的消息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 高温是华盛顿最危险的天气 据国家气象局预测 至少周四之前不会下雨 干燥的天气加上高温和低 相对湿度将导致本周全周的火灾天气 状况加剧 人们应该采取措施 做好安全享受假期的准备 今年春天发生了很多起令人担忧的 溺水和险情事故之后 金县的官员鼓励公众在独立日期间 在河流、湖泊和普吉特海湾保持谨慎 今年到目前为止 金县已经至少有12人溺水身亡 总数比去年 比2018年几乎翻了一番 金县的黑人居民 他们很少有机会使用游泳池和游泳课程 他们的溺水人数是2018年的两倍半 比白人居民更容易淹死 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 新移民和不熟悉该地区寒冷 湍急水域的人 也面临更大的风险 周黑奥塔尼连续第三年入选MLB的全明星 周日他被选为美国联盟投手 八名亚特兰大勇士队选手入选 参加7月11日 在西雅图水手队T-Mobile公园 举行的MLB全明星比赛 这是自2012年以来 参加全明星赛选手最多的球队 在球迷投票选出大谷 作为指定机球手的首发10天后 大谷被球员选为投手 大谷是美国联盟球员中 出现次数最多的球员 他是大联盟历史上 唯一一次两次入选全明星的人 据华盛顿州消防局称 5号随到火灾于周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开始 已经在卡斯玛尼亚县烧毁了540多亩土地 该地区的房屋处于三级疏散级别 这意味着人们需要立即离开该地区 截止到周一 已经有10所房屋被烧毁 另有250所房屋受到火灾威胁 另有15处商业地产也受到威胁 大火烧毁的面积 与西雅图的Discovery公园大致相同 当局估计直到8月份 才有可能完全控制住火事 共有166名人员在现场密火 他们挨家挨户地帮助人们撤离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金线的汽油价格 现在已经超过了每加轮5美元的门槛 平均每加轮5.115美元 斯诺霍米石线刚好在这条线上 达到每加轮5.003美元 皮尔斯线的平均水平接近5美元 平均价格为4.992美元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相较于每加轮3.535美元的 全国平均价格 这一价格令人震惊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说法 过去一周全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下降 然而华盛顿还没有看到 加油站汽油价格下降的迹象 网告号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COVID-19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 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 真是太棒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 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 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及提供者 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解决治疗中心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7月4日 据著名NBA记者查拉尼亚报导 罗宾·洛佩斯和熊路达成签约协议 罗宾再次与双胞胎哥哥布鲁斯·佩洛茨同队效力 两人曾在2019-2020赛季 共同效力熊路一个赛季 在刚刚结束的赛季中 罗宾效力与骑士 场均得到3.0分和1.4个篮板 北京时间7月4日 据著名NBA记者沃审报导 托里·特雷格 两年合同加盟公牛 第二年为球员选项 在刚刚结束的赛季中 克雷格代表太阳出战79场常规赛 场均得到7.4分 5.4篮板 1.5助攻 3分命中率39.5 季后赛 克雷格出战11场比赛 场均得到6.5分 2.3篮板 台阶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10.87点 或0.02% 报收于34,418.4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上涨28.85点 或0.21% 报收于13,816.77点 标普500指数 上涨5.21点 或0.12% 报收于4,455.59点 Comics黄金期货上涨1.6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929.30美元 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70.18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75.05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 31242.90美元 截止的发稿 上涨指数下跌2.97点 报3240.86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6.24点 报19371.43点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306.55点 报33446.78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兑换724.00美元 人民币 苹果公司市值创出 令人炫目的新高 这与其目前的业务关系不大 而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更有关联 这家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的市值 在上周五进一步膨胀 其股价在前市交易中攀升于1% 令该公司市值有史以来 首次突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 实现这一里程碑之前 苹果公司的股价 今年以来大涨48% 不过该公司并非大型科技股 重获市场青睐的唯一受益股 亚马逊公司 英伟达和Facebook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在这段时间的涨幅更大 后两者的股价上涨了一倍多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族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嘉惠和小元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 新闻 雪涛 郡宏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人在旅途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宣童